美迪牌炎酸落美山西胶囊 重用于病菌细胞DNA螺旋铭 抑制DNA合成和复制 导致病菌死亡 抗菌消炎可有效治疗 敏感细菌引起的各种感染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 维护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得到了世界各国友人的理解和支持 美国将军史迪威 就是其中的一位 约瑟夫·史迪威 1883年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1942年 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当时中国沿海港口均被日军侵占 为保证中国抗战急需的物资运输 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队浴血奋战 为打通中印公路奠定了基础 同时被向中国空运抗战物资开辟了捷径 目睹中国抗战的事实 史迪威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 应该将美国援华军火一部分分配给卓有战绩的八路军 在他的推动下 1944年7月 第一批美国观察组抵达延安访问 为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交往创造了条件 1946年10月 史迪威将军因病在美国逝世 朱德总司令在发给史迪威夫人的宴殿中说 中国人民丧失了一个伟大的朋友 中国人民将永远记着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 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今天联合发出通知 要求坚决 腿 股煤矿的问题 通知要求清理纠正的范围是 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机关人民团体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 投资入股煤矿的人员 除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之外 反本人或以他人名义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上述人员 要在2005年9月22号之前撤出投资 并向本单位纪检监察或人事部门报告并登记 各单位纪检监察或人事部门 要于9月25号前将本单位清理纠正情况 报当地清理纠正工作小组 对于期没有如实登记撤出投资 或者隐瞒事实真相 采取其他手段继续投资入股半矿的人员 一经查出一律就地免职 然后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在第二批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 江苏 西藏 贵州 甘肃等地 对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党员进行帮扶 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覆盖面 中国交通银行等单位 北京 上海 黑龙江 湖南 安徽 广西等地 采取视频学习 网上交流等灵活多样的形式 开展教育活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和山东 吉林 湖北等地 用身边室教育身边人 通过开展学先进 找差距 定措施等活动 增强说服力 感染力和影响力 中国银行 建设部 民航华北管理局 开展比学习 比作风 比发展等主题的实践活动 福建 江西 新疆 重庆 广东 海南 四川 宁夏 云南等地 把下基层 访群众 办实施促发展活动 与抗击冰雹台风 扶贫帮困结合起来 在为民服务中践行先进性 河北 内蒙古等地医疗卫生单位 从让群众少得病 看得上病 看得起病 看得好病入手 集中整改 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落到实处 下面请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 今天下午分别看望了西藏军区驻拉萨部队 武警西藏总队团职以上干部 和西藏自治区政法系统干警 贾庆林向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 赠送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提写的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贺帐 并与西藏军区驻拉萨部队 武警西藏总队团职以上干部 和西藏自治区政法系统干警合影留念 贾庆林首先代表中央代表团全体同志 向战斗在西藏高原上的人民解放军 驻葬部队全体指战员 武警官兵 政法系统干警 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贾庆林说 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和平解放54年以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葬部队 驻葬武警部队官兵和自治区 全体公安政法系统干警 在党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 发扬革命传统不怕流血 不怕牺牲 英勇奋斗 胜利完成了平息叛乱 民主改革 自卫反击作战 平息骚乱等项任务 为保卫祖国西南边陲 维护祖国统一 维护西藏的社会稳定 做出了重大贡献 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忠心拥护和爱戴 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高度评价 你们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注实 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和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愧为军政军民团结的模范 和人民的子弟兵 贾庆林说 当前西藏正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时期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 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需要包括驻藏部队全体直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和全体公安政法系统干警 在内的全区军民共同团结奋斗 希望同志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决听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的指挥 深入贯彻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自觉肩负起保卫西藏建设西藏 稳定西藏的历史重任 与西藏各族人民一道 共同构筑保卫祖国西南边防的钢铁长城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周永康 热地 刘延东 帕巴拉格列朗杰 梁光烈和西藏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参加了看望活动 这两天庆祝游戏方队一直在布达拉宫广场前进行紧张的排练 我们看到了国旗国徽方队 看到了来自各地的各色表演方阵 在拉萨处处采集飘飘欢歌笑语 人们听藏戏品味艺术人生 看展览感受历史变迁 在西藏山南地区欢快活泼的阿邪舞 粗广的阿尔巴能歌善舞的山南人民 用欢声舞蹈歌颂着美好的生活 84岁的老艺人白马顿珠 也情不自禁地用酒歌的曲调唱起了藏戏 在日喀泽 来自私命八方的牧民 带上清磕酒 牵上心爱的骏马 围坐在帐篷旁 听着格萨尔王的传说 共享着蓝天白云绿草 随着庆典日期的日益临近 在日喀泽 在阿里 在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 人们共同祝福祖国 祝福西藏 吉祥幸福扎西德勒 此外2005中国西藏文化周 将于9月3号的20号丹麦意大利举行 文化周期间 将举行大型藏族歌舞表演 图片 唐卡展览 和藏学家和佛代表团学术交流等活动 国务院副总理黄菊 今天在中南海 会见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有限公司主席郑海权先生 一行时说 近年来 汇丰积极拓展内地业务 在推动内地经济发展 和加强两地经贸交流 特别是金融业的交流与合作 时间到了 我还有事呢 老家你 把这个送到我 原南京军区政委复回清 抗战时期第一次与敌人交手 就活捉了四个日本兵 1942年初 日军在京浦西路的定远 凤阳等地进行洒荡 3月1号 让霍西日军的一个运输队 将鸭运武器弹药 至永康镇时 傅回清所在的部队决定 打一场福气战 这也是他参加新四军三年以来 第一次与日本鬼子直接搅缝 一直等到下午 两天多钟 都算这种来了 来了 一直等会一个小时 等到那地方 你不能起来 你一抱到五秒 他就不来了 鬼子一进入我军伏击圈 战斗打枪了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 时任连队指导员的傅奎青 带领战士们打死了八个日本兵 还活捉了四个 我之前鬼子不交响 不投响 鬼子我说你们没有亲自转过去 我们转过去就知道 鬼子投响以后老实得很 附奎青带领连队活捉鬼子的消息 打破了日本兵不搅枪 不投降的神话 战斗结束后 他和连长一起被团理评委头等奖 各得到了一套写了字的衬衫奖励 你给我出来 战斗的堆龙德庆线六个相 你给我上来 弟兄不搅架